烏克蘭東北小鎮阿克提卡的這座大樓 被俄軍空襲敲去好一大半 眾人合力從瓦裏堆中要尋找生還者 但無奈卻只找到一句句冰冷遺體 至於在北盾內刺客 不間斷的爆炸聲早已是日常 有民眾目睹 昔日家園被炸成廢墟 難過到氣不成聲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邁入第六天 儘管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再承諾 不會把戰火殃及無辜平民 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第二大城哈爾科夫的地底下 船來鎮鎮嬰兒哭聲 原來當地一家醫院把整座育嬰室 搬到了防空洞裡頭 避免無情烽火波及新生命 而位於首都基福的這家兒童醫院 也索性把醫療器材 通通挪到地底下 要全力搶救傷患 至於西部大臣利沃夫的這家歌劇院 現在沒了音樂聲 反而聚集了來自各地的平民 把家黨通通帶來避難 而至於基福附近的這群年輕人 即使手無寸鐵 也拿起鏟子漏液挖起壕溝 保衛家園 俄軍吸進腳步沒有停下 烏克蘭民眾面對大軍入侵 沒有絲毫退卻 靜炫李傑林維報導 請順序 按 雞皮靈